金融人才高地 海纳百川 2023 护胜金融家颁奖仪式 3月7日 敬兴期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谐中华 雨露滋润 和肥贵 观众朋友晚上好 北京时间20点整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 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 指数如期上涨 我们说这种声势能在下周得以延续吗 还有部分的AI个股又重拾声势 这个赛道是我们值得再长周期的去关注吗 另外今天还有其他的一些板块 也有所动作 有色延续了昨天的涨势 包括我们说光伏 新能源部分的品种 也有异动 那这些品种在下周我们能做布局吗 来看看今天三位嘉宾给出的市场分析 三位嘉宾介绍给大家 分别是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沈淳 欢迎您 还有我们的市场分析师汪洋 欢迎您 还有在线上的来自江苏百瑞银的万根南 欢迎您 这一时段也欢迎您通过抖音快手微信平台 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回顾今天的市场 市场今天是全天是震荡反弹的状态 三大指数都是红盘暴收 两市成交在8606亿的水平 比上个交易日缩量了1211亿 旁边上来看 刚才提到的AI概念股再度走强 像算力CPU是出现零涨 光伏概念股震荡反弹 存储芯片概念股表现相对活跃 6G等通讯板块盘中出现移动 而在下跌方面 我们看到旅游 免税 猪肉 煤炭跌付局前 全市场今天3600这个股市上涨 北向资金全年的净买入60亿元 互指周线实现了四连羊 这就是今天整个市场的交易情况 我们来看看三位嘉宾的整体分析 那沈传刚才也提到了 就说指数探底回升 集体最终都是收高的 我们说前两天在3000点 所谓的磨顶 所谓的磨3000点这个阶段 告一段落了吗 首先我认为3000点 在我看来不能算顶部吧 我认为应该说是3000点 往上是反弹进入到第二阶段 就是第二阶段 可能从走势上来说 可能会是一个宽幅震荡 或者说震荡向上的一个走势 它和第一阶段3000点下面 有一个最大的不同 就是这个斜率上 向上的斜率可能会更加缓一点 但是我认为市场的走到现在 到目前为止 只能看到盘中的调整 但是还没有看到 有任何鉴定的迹象 我觉得就这波 这个3000点上来 我们看到从 或者说从这个截后以来的 这个反弹的主线 其实是非常明确的 就是一个是高股息的方向 红利策略 还有一个就是 以AI为主的这个科技的方向 这是两大资金抱团的主战场 我认为这两个本身上 是第一个梯队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今天市场盘面 为什么今天市场 在下午又能够出现 重新的大涨 一个是高股息当中 有领头的品种 今天是出现了 盘中时候出现过涨停 还有一个就是 AI当中 做这个服务器当中 一个5000亿市值的龙头 今天也是出现了一个涨停 就是你会发觉当下 虽然成交量没有那么的大 可能这个只有9000亿附近 就是还不能说 是一个明显增量的市场 但是在这个成量市场里面 资金的选择其实是已经是非常的清晰了 就是高股息叠加 这个AI为首的科技的方向 所以如果这波市场什么时候判断顶 我们不去看指数的走势 或者说也不去看成量量的话 其实你盯着这两个主线的方向就可以了 什么时候 红翼的方向有头部的迹象 或者说是AI的方向 什么时候有见顶的迹象了 那么可能整个的市场才会真正的进入到短期的调整 但是从目前来看 整个一周这个反馈下来 市场都 我觉得现在都还没有出现 因为整个的科技我们可以看到 就类似于出现了像去年的这个 这个一季度当时三四月份的一个市场也是 就是整个的这个科技的大容量的一些个股 它开始走趋势了 就是不像去年的三四月份 可能这种走势上来说 会是一种持续的加速 他们其实是慢慢慢慢的缓步的在走 但是你会发觉过了一段时间 像CPU的方向 像服务器的方向 很多都是创了新高 所以这个其实资金的一个 在里面的一个所愁性会比之前会更好一点 还有就是我们看了一个卖方的一个报告 我觉得它当时有一个统计数据说 现在看好这个科技的大概占到百分之四十左右 就这个热 我们把它当成热度吧 百分之四十 然后看好红利的占到百分之二十多 也就是说这两个现在目前占上了 占到了整个市场百分之六十的资金的一个视野 所以我觉得无论哪两个都还没有到一个过热的一个阶段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方向没有出现头部的迹象 这里大家就不要去轻易地去判断这个指数 在这里可能会出现调整啊 或者说在这个地方会出现第二只脚 因为其实现在很多人犹豫的原因 都是基于指数到现在V型上来之后 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日线级别的调整 就是大家都在等那个 等那个第二 所谓的那个第二只脚是在2900出现 还是在2850年出现 但是你要知道 就是当时跌下来那么流畅 那么涨上去的时候 其实大家还是要盯着趋势 就是有可能这个反弹的那个位置 或者说它那个目标位 也会超过很多人的预期 您刚才也提 就是说这一波反弹 先不要给它设定目标 盘归盘 但是整体的操作呢 以做多为主 以做多为主 刚才也说了两个方向 红利包括AI 就这两个方向 市场也是名牌 是名牌 只是节奏上有些变化 我们来看看汪洋的分析 汪洋 其实昨天整个市场呢 是在3063这个位置 以下出了顶 但是今天呢很有意思 它今天探低是在3016 就是一下子看两天 就是从这个峰值的差来看 有将近50点 这可能是在短期三千年之后 我们看到的整个市场 算是中等程度的这种震荡了 那我们说整个市场 在未来的这个状态当中 就是向下 它是有一个3016的脱底动作 向上3063 有一个阻力的状态 现在是阻力大 还是脱底的这个力量大呢 从短线来看的话 其实我们觉得还是一个 比较偏多头的这样子的一个态度 是这样理解的 前面沈老师也讲到了 大家都在讨论 是不是会有第二只脚出来 是吧 但是我们在上一次 跟大家讲的时候 就是说 我们这个2635这个位置 其实也可以看成是另外一只 可以看成是一个另外一只脚 因为市场底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征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它更多的就是一个资金的 一个交互的这么一个动作 有一些 它会有一个止损动作 有一些资金它会进来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2635的那段时间里面 包括雪球 包括DMA的这些动作 其实已经构成了 挺大的一个市场上面的一个换手了 所以说我们觉得 2635可以看成是一个 第二只脚的这么一个状态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构想成立的话 那么我们这次的这个双底 它就是一个斜向的 斜向它不是一个标准的 我们本来认为它是个头肩底 它是一个斜向的一个双底 那么如果按照斜向双底的 这个颈线位 斜向的一个颈线位 如果按照亮度测算来算的话 第一目标位就是我们上周说的 3030到3050的这个区间 隐上隐线我们没办法去估算 就是3030到3050 是我们的左脚位的 这个亮度测算的这么一个位置 那么其实我们从最近来看的话 就是最近的市场 因为它是个多头掌控的 然后在高位 其实盘了五六天的这么一个时间点了 其实我们短期里面来看 其实是有一点资金有一个调整 或者说往特别市场 小票方面的一个调整的 但是今天尾盘的 这个往上勾的这一下 其实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因为往上勾的这一下 其实还是以这个类似于像石油 这样子的一些主板前面一段时间 防御性的这些板块 在往上面去做一个托盘的 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所以说我们的 大家也可以知道 从2635开始 网上的第一波的上涨 这主板托盘的其实就是三桶油 跟三辆运营商这一块 说明它是一个上涨震荡完了以后 准备开始往第二轮开始往上走 所以我们认为在短期 特别是在下周的上手两三天里面 其实我们认为还是一个相对比较乐观的 这么一个估计 包括我们3030到3050区间 如果突破的话 什么时候突破什么时候 下一个目标才出现 那下一个目标就是 如果大家看到10年运线的话 应该是在3110级的这样子的一个位置 当然这个位置并不是我们说的一个绝对高点 我们说的是从越线的角度上面来说 应该是不会收在311级以上 但是它肯定还是会有跟上引线往上突 所以说我们认为在311级以上的这个位置 才是一个我们是一个 就逢高减仓的这样子的一个位置 这是一个 为什么会有一个继续在第二波拉高呢 就是因为雪球也好 DMA也好 它都是一个把市场的波动力压低的 这样子的一种产品 或者说一种策略 那这两个在释放了以后的话 大家可以发现 最近整个市场的波动力 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增高的 无论是在小票还是在主板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目标会进一步的向上看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在春节之前的布局 其实我们当时讲了说 就是55开或者说是64开 六成的一个股票 然后股票里面大概有60%的半导体族群 就是中科系的这一些 然后的话有20的石油 有20的类似于像煤炭啊 这样子的一些方向 这几个方面来看的话 因为我们是更加比较偏贴盘的这样子一种看法 所以说只要它多头上面没有出现非常明显的瑕疵 我们就继续持有 所以说可能我们在这个底部的认定上面 可能跟前面我们想的可能会不太一样 但是我们做的是正确的一个事情 而且就像沈老师讲的 这两个方向其实都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我们现在看到石油再往上勾头 所以说就是主板的石油跟电力 会把整个盘面继续的稳定的向上拖 那么在大票搭台的情况下面 小票其实我们觉得半导体的细分好像龙头 就二三线可能会有一个调仓换骨啊 或者说是觉得不太好 会往再往头部集中的 资金再往头部集中的这样子的一个效应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觉得因为半导体好了挺长时间了 那么对于其他的一些赛道股 比如说光伏 比如说汽车 其实我们都会有一定的这个看好的 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在里面 那么从埋伏的角度上面来看的话 我们上周前一周 其实都是在光伏这块去做出一个 比较偏低吸埋伏的这么一个动作 最近刚刚开始兑现 那么下一个光伏兑现的话 因为大家也知道有很多的一些股票 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是出现了一个夜报 上面有一个这个预报 然后它公布的时候 在光伏这个板块里面有相当多的股票 会出现就是我们说 业绩预期 这个提高不达预期的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但是不达预期出现的一个情况 它是跌停板 所以说这里面会有一定的 比较偏向于挫杀的这么一个概念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 半导体接下来的这波光伏的上涨 第一波 这波我们先认定是第一波的话 它更多的是一个挫杀的这么一个修复 修复完了以后 其实光伏还是没有涨 那么如果在接下来再往光伏上面 去做一个资金的这样子的一个青睐的话 其实光伏这一块的机会还是挺好的 包括有色也是有 所以说我们就是走一步看一步 然后每一周会把下一周的 相对来说比较有机会的板块来给大家说 可能更多的是在比较偏技术面的层面 是这个意思 那刚才也是分几类资产 就是在目前整个这个市场节奏当中 其实你们更多的是贴看图说话的这个盘面 来进行操作 就是看图说话最终来指导最近的这个市场策略 我们来看看在线上的万根南 万根南短期的这个调整 它还有反复吗 那如果有的话会有哪些可能 我们在操作上应该注意怎样的一些应对 那万根南给出大家一些建议 好的 杨泽老师 那个我的观点和刚才两位老师的观点 有一样的地方 有不同的地方 首先我是比较明确的 如果把春节之前的2600多点 做一个新行情起点的话 这个起点从长逻辑 长趋势的角度肯定是没结束的 也就是说目前这个行情 上方肯定还有高点的 原因很简单 我们先不谈国内经济的这个不断的一个复苏 也不谈美联储的降级周期 仅仅考虑我们春节之后的一个制度建设 大家可以明显得出这个乐观的结论 但是短线层面 我觉得要适当控制下节奏 为什么短线层面控制下节奏 我就打一个比方吧 就像一个人打拳头一样的 就把拳头缩回来 打出一次会更有利来 目前的市场 才经过连续上涨之后 有几个迹象 大家需要关注一下 第一个 指数层面明显有一定的滞长迹象 这个单纯的考虑上涨指数 也许不太明显 但如果看深圳层次 看双创指数 就感觉这个特征的话 就比较显现一点 第二 量能角度有所不羁 前面几个交易室 量能基本上在万亿元上涨 那么最近两个交易室 回到了9000多亿 甚至8000多亿 如果在连续的单边上涨过程当中 量能萎数未必是坏时间 但如果在盘整过程当中 量能跟不上的话 这个时候肯定会影响市场整体的赚钱效应 那么第三个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资金动向 资金动向 从上个五开始到今天 整整六个交易室 我们也跟踪了几倍资金 第一个 北上资金 六个交易室里面 北上资金只有两天净留住 其他全部选择进流出的 而这个两天净留住 也不排除有部分的神秘资金 从沪港中来拖几 但是内支阻力 只有今天是留住的 其他全部都选择流出的 就算今天留住 留住的金额也很少 所以中国以上判断 我觉得短期的指数 有可能会向下探一探 但是短期向探 不改中长期向上的趋势 那我觉得如果下探的话 这个空间角度不会太深的 不会太深的 也就是对指标角度 做一定的修复 而且如果这个下探的话 对我们前期提前下车 或者前期踏空的多数 有可能会提供一个非常好的 仓位回谱的机会 好的 谢谢万根达 刚才万根达也提到 短期市场的这种调整节奏状态 可以关注 一是整体市场成交量的一个变化 二还有北向资金 它的一个流进流出的 一个参考情况 更多的是关注资金 我们来看看 就是除了对大盘的分析之外 大家也想在板块热点当中 有进一步的一些探讨 那沈纯 今天我们刚才也提到了 AI又活跃了 像CPU算力再度走强 有一些龙头个股 已经创出历史新高了 就是这样的一种局面 让大家一方面觉得它是趋势 未来我们人工智能 肯定是在我们的生活生产方面 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而另一方面又觉得 短期把这个流动性风险释放以后 就能创新高了 总觉得有点挺魔幻的感觉 就是在布局上 这些个股还能继续关注吗 还是说退而求其次 选其他的算力CPU的个股 首先我的观点还说 我认为算力还能关注 我记得我几周前当时的观点 包括杨造水问我 对算力怎么拍 我当时的观点就是 我认为这波CPU的一些 领头的一些方向 都会创去年六月份的新高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周其实是大部分的个股 都是完成了 这个去年六月份的一个新高 那我觉得这里肯定还没有结束 因为其实你去看 去年因为Chat GDP的突然的问世 其实当时整个的 大家对于AI的追捧也好 其实是把它当成一个主题来看的 所以当时其实最先涨的不是算力 去年最先涨的是模型 一批模型类的个股 其实都出现了短期两三倍的上涨 但是其实这波的反弹 它更加的注重业绩 更加的注重基本面 所以算力CPU这些上涨 它其实背后是有业绩的支撑的 其中几个龙头 大家可以看它的 这个公布的一个业绩的 环比的增速 其实都是在环比不断的在提高的 但是这波反弹 我们看相较于之前的模型类的 这些相关的公司 其实基本上 他们的反弹幅度是很小的 所以这波的反弹 我觉得和去年不同 是今年的基本面 应该来说 基本面的因子成为了资金 第一个选择的方式 而不是去年全部普涨 一波炒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有业绩之深的方向 它的持续性 应该来说还能够进一步的走高 而且前面我说了 首先指数这个位置 为什么在缩量的情况下 指数还能够保持 这种缓步的上涨 没有跌 因为按照以前来说 指数还在涨 但是成交量 已经缩到8000亿附近了 量价背离那么明显 指数早应该下去了 但是核心这一波和之前的历史 最大的不同是 我们知道2635点到2900点 这两三百点的指数的上涨 流动性或者说筹码 大部分是被国家队接掉的 所以你这样也可以去想 如果国家队的成本 在2900点附近的话 现在仅仅只是反弹了10个点都不到 所以这里来说指数的空间还没有结束 那么对于板块的空间其实也是 前面我说到这个今天有一家服务器的公司 5000亿的公司 在一个缩量的一个市场里面 都能够出现涨停 那资金它的一个目标和方向 其实是非常的明确 就是大家还要在想 就是现在 其实这波上来 2600点上来 一直涨到现在的3050点 其实有很多的资金是踏空的 不单单是公募 包括私募 包括还有一些这个 其他的一些资金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觉得 如果让我看会不会见顶 那标志不是说这里面缩量 而是说什么时候成交量再度放大 放到13000甚至14000的时候 这个地方在大家要适当小心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还没有出现这样分歧的情况下 大家还是要更多的去聚焦板块 上面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觉得CPU是方向 那除了CPU之外 其他的围绕这个 这个最新提出来的这个新制生产力 其他的延伸的方向 其实机会也不小 包括今天有过这个表现的 像这个6G 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方向 包括哪怕是我觉得 之前反弹最弱的这个光伏新能源 其实他们现在从现在来看 之前那些利空 也在一个逐步的出行过程当中 包括最近的这个光伏的装机量的回升 包括这个排产的环比的一个改善等等 就是可能说 还没有发现 发生基本面的特别的一个好转 但是其实市场之前给他的一个比较悲观的这个语气 其实也是在慢慢的谎和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总结一点就是在这个地方 你找不到市场有效的一个抛压的地方在哪里 因为前面经过了比较大的一次出清 无论是从中盘还是到小盘到微盘都出清过了一波 那么再往上这里的抛盘在哪里 什么样的方向会出现特别大的抛盘 现在无论是蓝筹包括科技 包括一些新能源的方向 这里你找不到大的抛盘 所以没有卖压的话 那这个地方就是在不断的消化 比如说3050点 再比如说3150点这上方的一些不坚定的一些筹码 或者说之前的一些这个松动的筹码 那经过换手之后指数还会再涨 所以我觉得对指数来说 我为什么说不要去猜这个指数 它能够到哪里 因为最后市场的盘面 你能够看到指数会有 如果出现顶部的信号 它其实盘面当中是能够反映的 但是指数的这个底部 就像我们当时预测调整的底部是一样的 当时包括我也认为2800点下面是跌不下去的 但是最后指数跌到2635点 那其实现在也是大家认为3000点 甚至3100点是涨不上去的 但其实从现在的市场的演绎来看 我觉得正是这种犹豫的行情 包括外面还有厂外 还有很多的这些资金 都是未来的一个上涨的一个动力 其实刚才我们说AI算力 就是这一块 它在这一波行情当中的爆发和持续性 还有大家对今后它的趋势认定 它的确定性是最高的 其实像AI算力 我们如果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罗列的话 它分这个芯片 这芯片当中算力芯片 还有存储芯片 还有我们说的这个光芯片 这是芯片这一块 那还有PCB 今天长得非常好的PCB 这几个个股都在涨清了 对 然后包括算力服务器 夜冷就是跟刚才这个PCB相关的 还有交换机 算力租赁 算法 边缘计算 CPU 光模块 刚才提到的光讯 横通 剑桥 这些都算 还有就是交换芯片 极光芯片 这可能是未来又要挖掘的东西 就是整体这一块算力 它的这个细分 包括的也非常的细致 大家可以把这些个股都复复盘 然后重新去在技术上进行一些综合的解读 来看看汪洋 刚才我们也说了 说就是AI这一块 可能还是在大家的这个挖掘过程当中 但是也有一些新的板块起来了 今天有不少新的东西 从昨天开始是有色 今天像这个新能源 有没有这些资金 慢慢慢慢从部分的创新高的AI品种当中 散出去的可能性 如果散出去 它们散到哪里了 能不能给大家跟踪一下 其实也不算是从AI里面散出去很多 其实我们觉得更多的是在AI里面 或者说AI带头的这些二线的板块 或者说二线的一些个股里面 它散出去的资金 一方面是往龙头那里面去跑 第二方面就是去买一些 跟它相关的 对吧 就比如说你芯片你稀土要吧 对吧 这个有色的这块 肯定也是会有一个机会 比如说我们说到光伏 那么它是一个下方应用端的这一块 其实都是跟AI相关的 但是就相对是会比较外围 所以说它就变成一个什么 就是上火箭发射理论 把整个的一个板块拉起来了以后 二三线的下去 但是会引起其他地方的一个小的 一个波澜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其实AI的龙头这块核心是 整个的一个趋势是没有发生改变的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上次也说到 就是AI这个概念 它其实是非常容易引发创新的 这样子一个方向 所以说它只要有创新 那么它马上就形成一个紫的概念 然后往上冲一波 然后把整个板块往上带一波 它是这个迭代速度是相当快的 所以说也引起了整个AI的 这个上涨的趋势性的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短期里面 应该还是会有一个延续的 但前面也说到了 类似于像有色 类似于像光伏这一块 其实我们都是认为 如果我们当时给这些布局的时候 都是说如果半导体这块有所调整 那么最有可能调整进去的 那应该就是光伏跟有色这一块 因为它们具备几个条件 一个是业绩 包括有色这块 其实也有一点点带红利的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在里面 包括光伏这一块 去年其实有很多的头部公司 其实一到四季度 四个季度其实都是盈利的 那么在业报都是盈利的情况 下面下跌 那肯定就是一个 有点错杀的这样子一个概念 所以说一定是会有资金 在现在更多的去看待 基本面的情况下 去布局一些业绩很好的公司 等着它去做一个补涨 这个我觉得是 这个胜率是比较高的这一块 而且的话从盈亏比来看的话 因为AI涨得会比较高 我这边的策略 可能更多偏向于一些 低息的这样子一个状态 就算是最高 也是拉上去搭一个平台 然后再往上转折 那个点再去做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追高的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所以说我们更多的 这个布局 策略的布局 可能都是在一些 跟AI这块相关的 必需品上面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所以说我觉得 现在来看的话 就是一个补涨逻辑 简单来说 就是一个补涨逻辑 然后的话去叠加的 就是错杀的 业绩上面错杀的股票 包括一些就是国改 国资的这一块 可能多个筛选下来 其实你的数量 其实不是很多 可能整市场也就这么 五六十只股票 可能也不是非常多 那么如果说有更多的资金去 以这样子一个逻辑去看的话 那么这五六十只掀起来 那也会把其他的一些板块 给带起来 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就是节奏是最近最重要的 并不是说 看好都看好 对吧 哪些涨了哪些没涨 你到底是买那些 已经追转强的追的 还是买一些 就是在底下刚刚开始起来 或者说第一波起来了 再盘整 像AI已经两三波拉上去了 它可能在第二波 开根开始的那个时间点上 所以说我觉得机会都有 就是节奏会更加重要一些 因为最近波动力很大 如果说追高的 特别是在第三轮上涨的情况下面 追高的股票 它一次回彻也很厉害 所以这个是需要注意的 多头行情也不是每个人都能 也就是说看好是看好 但是节奏也要注意 这个节奏就是看图说话 时刻注意它的一个成交量 还有它的一个日内波动情况 其实量能最近还一般 可能更多都是形态方面的东西 好 那我们最近也拿到 中线箭头证券 总量联合行业团队 推出的2024年 政府工作报告的解读 那其中提到了几大看点 第一是新制生产力的位置提前 成为未来产业布局的关键点 第二是聚焦扩大内需 设备更新以及换新的逻辑 第三是国企改革做强做优 聚焦主业增强投资价值 四是稳就业促增收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大力发展银发经济 那么我们从中还有哪些启发呢 我们来连线一下在线上的万根南 万根南 其实我们在找这个机会 最近大家看的都是红利和AI这一块 那这一段时间呢 大家提新制生产力这个词 也比较的多 那么对应市场的这种挖掘 我们到底该如何展开呢 能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吗 万根南 这个这么多的报告 可以说是每年我们重磅会议前后 市场重点分析的方向 那么通过今天的相关内容来看 有一个方向 反正我个人是关注很多的 哪个方向呢 就是新制生产力 这个方向最近媒体 也是挖掘的比较多 因为大家知道 在A5市场上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喜欢炒心 这个概念对于我们很多的 其他的概念 也应该属于一个非常新的题材 第二个 正好和最近一段时间 市场的整个的泛客器 能够形成一个有效的观点 所以我觉得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新的生产力应该会成为今年的话 贯穿始终的一个主线吧 那么在这里面有很多的分支 那么最近也列举了很多 像我们的人工智能 人一机一人 甚至半导体芯片 甚至包括心理员等等 都纳入到里面去了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我们最近资金的一个能动方向 去把握就行了 那么刚才那个 杨总老师也和其他嘉宾 这个谈到了一个高利切的问题 目前来看 我觉得市场不仅不时在高利切 发资金更聚焦了 就是聚焦到我们那些科技当中去了 聚焦到与我们新的生产力相关里面去了 那么在市场之间 没有明确的从这个方向流度之前 这个都应该成为我们短期 所关注的一个焦点 好的 谢谢万根南的分析 谢谢 那其实沈淳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就是说在新制生产力 这个抹据过程当中 这个思路就比我们刚才说 AI盯的要更广泛了 更广泛一些 我觉得新制生产力 其实也不能算是一个新的提法 去年也提过 包括之前说到的高质量发展 包括硬科技 其实都是这方面的一个涵盖 但是我觉得这次特别强调新制生产力 包括强调科技创新 来引领社会服务体系的一个建设 其实我觉得本质上现在来说 还是一个 就是大家对于经济的一个复苏 或者说经济的一个增长来说 其实大家相比去年 其实预期是低了不少的 因为去年应该来说是一个 就是有一定的一个心理的预期 但是最后现实上来说 还是表现比较弱 所以今年其实大家预期低了不少 那么当然这个新制生产力的方向 我觉得肯定是接下来的一个重要的主题 但是在这个主题当中 我觉得其实核心的方向 也是非常的明确 因为就像杨早叔说的 前面它覆盖的面非常广 好像有很多很多的气氛 或者说它把市场当中 百分之五六十全部都在里面 算在里面 那这里面你还是要去看 哪个就是它能够最先的走出来的 那从现在来看 AI无疑是一条主线 因为不单单是有国内政策的引导和支持 还有来自于海外的映射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 这个英伟达的一个市值 已经超过两点两万亿美金了 包括马上这个下周要举办的 那个GTC大会 这次当中要推出 它的一个超算的一个芯片 比一百 还有就是对于人型机器人这边 也会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个动作 所以围绕这些方向 就是它具备两个 就是这些板块 为什么能够吸引增量的资金 就是一个是海外的映射 事件的不断的催化 还有一个是国内政策的引导 那么当然最后落地到 能不能够有反弹的空间 最后还是回到业绩的一个兑现 所以现在资金找了一圈 它其实它还是非常有效的 去找了这个CPU算力 包括后面去找那些服务器的方向 其实就是他们的业绩兑现 应该是第一步 当然从长远来看 我觉得AI还远远没有走完 因为当时我之前也说过 包括大家媒体当中看到 有些人也说 就是AI你白马当成是一个周期 如果仅仅只是一个周期的话 那自然有高有低 但是如果AI引领的是一个时代的话 那它持续的时间就会非常长 所以去年是一个主题 今年我相信这个方向 正在逐渐的一个落地的过程当中 所以不单单是我们前面讲到的算力 包括一直以来看好的 这个人型机器人的方向 还有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 这个和科技相关的方向 其实大家都应该是去 多做这方面的一个关注 其实今天市场表现当中 大家会发觉 其实所有的指数当中 还是有些指数表现比较弱的 其实其中有一个指数 就是基金重仓指数 今天基金重仓指数 如果不是今天光伏板块 出现了一个那么强的表现来看的话 本周的基金重仓指数 其实它是跌的 所以说明什么 就说明一方面 机构在这个地方 还是在一个换仓的过程当中 还有一方面 本质上说什么 就说明当下其实增量 还不是特别的明显 就是依然还是一个相对 偏存量的一个市场 所以在存量市场当中 我说节奏固然重要 但是比节奏更为重要的是方向 你在一个错误的方向里面 去做再多的努力 那其实也得不到回报 所以首先先确定好方向 然后再来谈节奏 那刚才呢 我们也跟大家聊到了 在最近大家最关注的 这个新制生产力的情况 在以前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也多次提及到 我们看看在以后的节目当中 是不是能跟大家 把这个行业分得更细一点 更全面的来展现新制生产力 它所设计的方方面面 我们希望以后 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要求 也给我们的微信留言 好 我们稍事休息 稍后呢 我们进入新系市场 有话要说 我们一起来建言宪策 我们稍后见 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志投提醒您收看 公司与行业 做投资要有好顾问 有不懂 问九哥 九方智能投顾数字人九哥 基于九张证券领域大模型 具备大盘分析 板块挖掘 热点追踪 各股诊断 策略生成 金融百科 事件推理 情绪陪伴 八大核心能力 24小时在线 急问急答 为你提供高效 专业智能的投顾体验 上九方整股APP 投资不决 问九哥 十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志投提醒您收看 公司与行业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上周 我们新推出的互动板块 叫信息市场 我们有话说 大家一起来建业县策 共同来助力A股的高质量发展 欢迎大家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在微信公众号的专区里 给我们留言 应该说我们的专门板块 已经进行了两周了 今天是两周的最后一天 我们也看到许多嘉宾 现场给出了他的一些 真知灼见 真实的一些想法 今天我们想听听汪洋的 汪洋上次没来 审存上周五已经有过表达 我们想听听您的思考 这个其实 因为我的可能个人的这样子的一个 技术面的这样子的风格 更多就是跟随形的这样子一个 所以说就是更多的 就是一个事先的风控 事先的风控 再加上一个应对的这样子的方式 所以说我们觉得 我可能觉得 现在政策方面各方面都在出 所以说大家其实就是一个 信心的恢复的这么一个状态 现在为什么说指数一直是在 3000点附近进行一个排华 也是因为3000大点 是一个信心的关口 所以说整个在这边徘徊的时间越长 可能对大家的信心恢复 可能会更加好一些 所以说我们觉得在这里面 就是前面也是说到一点 就是有很多当市场里面 会有一些比较偏挫杀的股票的时候 那么它挫杀其实就是一个乖离的问题 就比如说我们的估值的乖离 也包括这个西方行业龙头里面 大家对于这些方面的一些认定方面的一些乖离 所以这些其实我个人可能更多的 就并不是说是一个这个政策 或者说是一些建言宪策的方向 其实我其实更多的是呼吁一些 更多的投资者会去更冷静的看待这个市场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并不是说现在所有的政策 在这个时间点出 接下来就会好到哪里去 因为股票它都是一个先行的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说政策出完以后 它肯定是有一个过程的 有个发酵的这么一个过程 其实我们应该更多的给市场一个耐心 包括现在的这段时间 其实都是这样几回事 所以说我觉得更多的其实是我们 并不是说是限级政策 而更多的是对现在的股票 对现在的这个 整个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引导 包括整个的环境 更多的一个认知 认知完了以后 就是把该想涨的 或者说把这种驱动性比较好的 那部分筛出来 然后再去进行一个应对 其实更多的是一个落地的 这么一个概念 并不因为如果说是真正的 去说一些这个哪个行业 或者说是什么要进行发展 其实每个行业都需要进行发展 只不过是说就是它的力度偏重 肯定不会是一下子全部出来的 这么一个状况 我觉得更多的是这个方面 那其实刚才就是是从我们 这个投资者这个群体 未来对市场的认知 还有这个认知提高 包括客观分析市场 然后理性操作这一方面 进行的呼吁 那投资者也是市场的主体一部分 那投资者教育 包括投资者未来 在整体这个投资过程当中的 行为规范认知的提升 确实也是这个证券市场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谢谢 谢谢你的建言宣策 好了 我们稍事休息 稍后呢 我们进入互动话题 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 和我们一起来互动 刚才已经有人问了 说中信通讯2023年的净利润 同比增长15.41% 已经公布了这个整体 2023年的这个年度的报告 这个报告对于我们看通讯板块 6G也好 就是整体这一块 未来有哪些新的看点和分析 我们一会儿给大家做回答 也希望大家 马上把您要咨询的 一些板块方向 通过微信平台发送给我们 我们一会儿见 老凤翔藏宝金 提醒您精彩继续 有喜事就由老凤翔 上海燃气提醒您 请安全使用燃气 使用燃气时 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 发现隐患 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 安全使用燃气 营造美好生活 好 欢迎回来 欢迎继续关注 这一时段的公私与行业 刚才也有人提到了 这个中心通讯 2023年的净利润 同比增长15.4% 你实派6.83元 这个对于下周通讯板块来说 有没有这个影响 今天我看到这一期 其实中心通讯的股价 其实已经反映 已经我看来涨了五六个点 我觉得已经是一个 比较正反馈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现在是处在一个 三月份的一个季报的披露期 而且一般年报和季报的披露期 往往这个时候 这个出来的这个年报 往往可能都是反汇不错的 而且中心通讯我们知道 它本身就是一个5G的这个主要的一个设备商 所以现在我们从5G到5.5G 再到6G的一个过渡的阶段当中 未来在整个的一个网络的一个设备的一个投入当中 其实还是会有增量的 所以我觉得说明它的一个业绩 能够有一个净利润的一个同比 两位数的一个增长 那我觉得其实还是不错的 但是我觉得除了大家要去看同比的数据之外 更加注重的是环比 就是为什么说这波前面说的这个光模块 CPU它能够出现那么好的上涨 就是它的环比数据连续三个季度 都是环比的一个增长 所以同比要看环比 我觉得也得观察 那还有人刚才问 在我们的微信当中留言说 请问审存还看好无人驾驶吗 无人驾驶这一块 无人驾驶我之前也说过 主要看好的三个方向 算力 那个这个人型机器人 还有一个就是无人驾驶 无人驾驶 现在我觉得依然还是没有变化 但是无人驾驶呢 因为它现在的相关的一些规则 包括现在整个一个路侧端的一个建设 它需要一个时间 就是因为你最后要除了这个 我们说新能源车 未来肯定是往智能化的转移 那么它除了需要汽车的一个 汽车端的升级之外 那路侧端 它其实也是需要有大量的一个 一个传感器的一个探测器的一个铺设的 所以这个可能需要 我觉得需要一段时间的建设 但是大的方向 这个无人驾驶我还是看好的 而且我当时也明确说了 无人驾驶当中 我最看好的是偏这个传感器当中 硬件的未来的一个增量的方向 就当中主要的就是激光雷达 这个渗透率 我觉得未来一定会快速的提高 好的 那再次回复了这位朋友 那汪洋 有人问消费电子板块 未来还有更多机会吗 因为前一段时间是有动 就是整个市场 大家也期待有一些新的 这个爆款的品种 能够把整个的这个提升一个 提升一个level 那整体来看 消费电子板块 现在处于一个什么阶段 它其实是处于上涨第一段 压这个横盘以后的话 准备开始第二波 或者说有一些细分龙头 已经开始走第二波的这么一个状态 那其实就是它 一个是节奏的问题 第二个其实我们以前 看消费电子的拉涨 其实更多的看的是苹果的一个股价 但是最近来看的话 苹果相对来说会比较弱势一点 所以说消费电子 并不是这一波 这个科技版 科技里面的一个比较偏领头的 这样子的一个品种 那么现在能后来居上的呢 其实就是国产的这一些 这一部分 那国产的类似于像 特别是手机这一块的话 它其实是有一个比较大的革新 特别是在华为产业链的 这样子的一个方向里面 那里面来看到 我觉得可能更多的一个就是折体屏 第二个就是国产芯片的方向 是可以大家去做一个注意的 而且国产芯片方面来说的话 它也叠加了其他的一些 就是说国产芯片本身 它具有的一些应对的素质在里面 因为肯定是要解决卡脖子的问题 那么国内的这个芯片这一块 无论是汽车芯片也好 我们的这个手机芯片也好 它更多就是一个 就是节奏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那么谁先有这个概念 那么谁先找 这是一个 第二个我还是想讲一个 就是它是一个 就是为什么我们最近 一直在讨论这个概念这些东西 其实就是一些政策的一个 这个发出来 我们怎么能提早的去做一个 认知的这么一个过程 其实我觉得 其实很多的投资者 其实更多的是看概念的这个方面 但是其实肯定会有 会有资金比你更早的知道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所以说我们从看图说话的角度上来说 就是哪个现场做哪个 简单来说就哪个现场做哪个 这是第一句 第二个来说的话 就是在一些二三线品种的大涨和 在细分行业龙头的 这个逐步的稳步的上涨里面 可能我们选择细分行业龙头会好一些 因为它的上涨趋势是比较不错的 那给也可以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不一定是消费电子方面的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看到电力 其实电力来看的话 其实是从去年10月份就开始涨了 每天就涨一点点 但是你会发现累计上涨的幅度就很高 包括石油这个方面也是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认为消费电子这个方面 肯定也是一些细分行业龙头 它的稳步慢涨的这样子 其实也不慢 其实也不慢 两三个月一两个月上来的话 其实二三四十估计也是有的 所以说我觉得大家还是刚刚那句话 就是大家的心态应该是 从现在这个角度上来说 应该是从那些更加偏概念的角度 转向一些真正能够产生稳定收益的 这些上市公司的这个角度会更好一些 那刚才还有一位朋友 问到了这个红利指数当中 就是说煤炭板块出现了一些调整 说后续是不是能在电力板块当中 做一些布局 这个问题呢 我们来连线一下在线上的万根南 万根南 刚才就这提到了 就是大家顺着这个红利策略往下走的话 能不能就是布局一些电力板块的个股 您怎么看 好的这样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去年的电力股 有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那个大盘的电力股和中小盘的风化 非常明显的 那些大的电力股的话 股价的缓慢的走慢就确实 但有很多的中小盘的电力股的话 反而股价是向下 虽然向下的幅度是有限的 但整体的区域并不是太好看 那么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呢 主要是因为中大盘的一些电力股的话 它的派息率更高 业绩更稳定 成本的话也能得到有效的控制 所以大家如果去把握红利策略 我觉得电力这块可以去考虑 但维持我们刚才的思路 优先选的那些股东背景 相比而言比较雄厚的 比方说央阶级国企 第二个盘子偏大 第三个业绩经营稳定的 以这类的电力股 作为我们的优先对象 好的 那刚才也说的比较明白 就是市值靠大的 就是这些分红稳定的 盘子比较大的一些电力里的个股 也是在近期表现相对较好的一些品种 刚才万根南给出回复 那今天呢 刚才有一些朋友注意到说 上海本地股有几十个股 打到涨停板了 就是说这个上海本地股 有好多老股民 他愿意去进行一些操作 就是短期呢 一直没有各种概念 都不沾边 就是说最近有一些 这个动作的话 就比如说 今天有一个打板动作的话 下周还会延续吗 其实如果本地股要出现活跃 无非要不就是有比较重要的一些改革的事件发生 要么就是和国企改革沾边 但是我一直认为本地股相对来说弹性不是特别的好 而且每一次我们看到上涨 有可能是一波上去 所以说这个地方 参与度来说 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要看你的风险偏话吧 而且本地股我觉得 到底哪个后面会真正的有一个国企 这个地方还是需要有一个眼光的 但我觉得这个地方很难去给出一个投资的建议 我觉得这个地方更多的还是以资金的筹码博弈去观察吧 那汪洋 刚才有人问到 就是白酒板块 就是不是买的头部的白酒 其他的二三线的一些白酒做了一些布局 但是目前收益并不理想 请问一下白酒板块 未来还有没有这个上充的可能性 那样就来看的话 我们觉得是在主板的权重板块里面 最后才会去做一个顶盘的 就有点像什么呢 就是像去年的券商 那知道去年的这个主板在轮动的时候 最后以前都是军工对吧 这去年更多的是在券商拉一波 基本上这个主板就开始要调了 开始要整体的调了 那到今年很有可能是 酿酒是最后的那一波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说从春节的这个销售数据来看的话 一方面是春节之前有一些头部的白酒厂商 他提价 对吧 那其实对于二三线来说的话 可能还会形成一定的利好 但是我们觉得今年的这个 这个春节的这个大消费这块来看的话 可能更多的还是出去 一个是出去旅游的一个需求 第二个就是说 它其实还是属于比较偏消费降级的 所以说二三线的白酒 你说下周的周中 它有一个回整个酿酒板块回调 差不多到位的时候 你说它会不会有一个拉起来 我觉得是很有可能会拉起来的 但是你说真正的这个绝对高度 其实不算很高 因为它整体的轮动是偏后面的 大家知道为什么AI转到光伏以后 我们对光伏的预期它是下降的 其实对于主板来说的话 酿酒是最后的一波的话 它其实预期大家也要下降 这是给出酿酒未来的这个市场分析 啤酒可能更好一些 啤酒 可能相对来说会更好 一方面就是需求 因为它是消费降级里面 最能突出的这一块 从销量上来说是比较好的 那其实这两天 我们一直在看看整个市场当中 大家的这个关注点在哪 发现大家关注的这个板块 越来越聚焦 就是聚焦在AI算力 还有前两天问到一要比较多 因为反弹过 但这又下去了 包括就是刚才我们问到的 消费也算是大家 可能在操作过程当中 操作品种比较集中的方向 那刚才我们嘉宾的观点 仅供您参考 稍事休息 稍后进入下周前瞻 当你踏入这个店门的那一步 我就感觉到 获得一种家的温暖 在那边休息一下 或者吃个泡面什么的 就会觉得很吃予 每天晚上八点钟 准时地背着他的背包 到我们店里来 要是早上准时八点钟 他就走了 那比如说 可以帮你去遛狗 这个 它是一个城市的一个 叫传感器 但同时也是城市的一张名片 好 欢迎回来 欢迎继续观众下周前瞻 那沈川刚才我们说了 这一周整个市场状态不错 好像尤其像今天 收红的也比较多 大家很期待下周市场 下周市场可能还会在高点 遇到这个压力 还会震荡吗 我觉得肯定是连不了震荡 我觉得我的一个观点 就是3000点上面 你要做好 每涨50点 就会出现宽幅震荡的一个准备 无论是3050还是3100到3150点 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 等到你看到什么时候 指数出现流畅的 加速的上涨 这个地方很可能 就是短期风险的来临 所以我觉得现在 基本上没有这样的一个状态 大家还是在 犹犹豫豫豫的过程当中 那从板块上来说 我觉得还是那句话 你不要太注重指数 因为我觉得指数 肯定没有到 我自己一个主观的判断吧 我觉得这波的反弹 应该能够收复 7月底当时的3200点 当时就是提到过 一个活跃资本市场 这样当时的一个时间节点 应该那个位置 我觉得应该能够看到 然后从板块上来说 我觉得其实就分为几个梯队吧 第一梯队 我觉得就是红利和 这个AI为首的科技 他们本身是一个梯队 另外一个第二个梯队 就是新能源 第三梯队就是顺周期 所以这三个方向 我觉得就是市场 当下的一个资金的 一个分配的一个生态 第一个关注度更高 第二个会有超低反弹 第三个 那我觉得可能相对来说 就偏弱一点 它需要一些外力 比如说一些数据的 一些表现 包括当中一些周期 可能还会和联储的 相关的一个降息的周期 会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这三个板块 我觉得现在都没有看到 出现明显的一个风险 那我觉得当下的市场 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也就是说看好的方向 它的主要矛盾 在这里没有变化 对没有变化 来汪洋给出下周操作提示 因为今天的尾盘 是往上勾了一下 所以说我们觉得 下周的至少上半周 还是在一个多头 强势掌控的 这么一个过程当中 所以说下周上半周上工的 比如说主板里面来说 电力石油 可能如果埋伏的话 就是划红划纤 因为它没怎么涨 然后小票里面 可能AI的这一块 和光伏的这一块 会有一个并存的 这么一个概念 那么有色 因为是刚刚开始 在刚刚开始会往上攻击 所以下周要到下半周 可能是有色 那么如果说再要布局 再后面的行情的话 可能电信营这一块 就通讯的最核心的 这个三大运营商这一块 其实后面也会有 过程当轮涨的 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说我们更多的就是 拉涨的时候 你别去追 选那些拉涨 完了以后 横了四五天的 那么它可能 往后面再走第二波 上涨的这样子一个状态 其实这一段时间 有一些个股 就是它这种 逼空状态非常明显 但是也有一些个股 大部分的个股 是随着市场的节奏 调一调上一上 调一调上一上 然后再创新高 就是这种形态 就是在这一波行情当中 走的是完全不一样 也希望大家 细细地去观察 好了 节目最后来看 九方之头的广告时间 AI时代万物生长 九方智能投顾数字人 九哥应运而生 没时间看盘 看不清热点 不懂得筛选股票 不清楚事件影响 听不懂金融术语 各种问题都可以提问 上海话 广东话 四川话 多种方言都可以交流 九哥将7×24小时在线 多方位辅助 解决您的投资难题 现在扫码 下载九方整股APP 立即和九哥交流互动 九方智能投顾数字人 基于自研九张证券领域大模型 具备大盘分析 板块挖掘 热点追踪 个股诊断 策略生成 金融百科 事件推理 情绪陪伴 八大核心能力 利用数字人交互技术 急问急答 多方位辅助 解决您的投资难题 现在扫码 下载九方整股APP 获取您的专属 聚能投顾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公司与行业的全部节目内容 感谢收看 也再次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 沈淳 汪洋 还有在线上的方更男 那祝您周末愉快 我们下周再见 当你踏入这个店门的那一步 我就感觉到 获得一种家的温暖 在那边休息下 或者吃个泡面什么的 就会觉得很幸运 每天晚上八点钟 准时的背着他的背包 到我们店里来 一辆早上准时八点钟 他就走了 那比如说 可以帮你去遛狗 这个也可以 它是一个城市的一个 叫传感器 但同时也是城市的一张名片 就是营收大幅度的下跌 就是几乎就是望一半的 一万一座高端产品的人 都活不起了 我们把报表拿给香港 这位总监一个女的看 被他那一座买 他说你这是哪几公司 就是所有的决策 可能要做到有依据 原先的国势 已经彻底地把它淘汰了 我们一直有一个原则 就是长期可持续 全家只有我们做 慢那么零点几秒 就会可能形成社会的一些故障 不能有一丝停滚 像这个损失大概有几十个亿吧 后来之间发现了自己的东西 人是决定一切必然 我要办一所大学中 都没有的班人 我只考虑只有一点 就是无压力表达的氛围 你不以为每一本员 都如何能够爆发出 他的积极性 你能够创造的意义 很多行业 起码就进行了 都没谁就没必须 按照他轨迹 我只大得远远 不拘泥于小者进入 用博大的胸团 把一件事先做到极致 不一定很快过去 但是中间会过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订阅 谢谢你们 谢谢 非常感 Lou 非常有趣 是很感谢 讨论 老头 演唱 谢谢您 第四部 由于 Über Cub 家中用电需谨慎 使用炉灶需照看 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 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 以投资智慧为本 以陪伴服务为刚 提供全方位的在线投赴福